镜头中像虫子一般的东西 其实是2000多年前的一枚竹简 考古专家在加入了化学药水 清泡之后 他神奇般的伸了一个懒妖精 恢复了原样 更加神奇的是 就连竹简上的文字都被呈现出来 鲜艳如星耀眼 夺目清晰可见 这批竹简就是出土于西汉海昏猴 刘鹤的古墓中 修复前他们被发现 石油于经历千年的挤压变形严重 为了让竹简能起死回生 了解西汉时期的真实历史故事 考古专家组请来了 国际顶尖的饱水剪毒修复专家 他们使用乙醇高级醇填充泼水法 将一枚枚严重变形的竹简恢复了原貌 最终考古专家从5200多枚竹简上 发现大量的汉力墨书体的文字 这些墨字笔笔到位一丝不苟宫景完美 字体也是飘逸洒脱笔法浑厚有力 随后专家组通过这些文字惊喜地发现 他们是论语一经礼记春秋葬妇等八部典籍内容 其中论语片里还出现了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 最为重要的一项发现就是刘鹤和他的妻子 亲笔写给皇帝的奏折信 这个竹简上清晰可见陈鹤在拜尚书帝陛下 显然这就是2000多年海昏侯刘鹤 亲笔写给皇帝的奏折 而另外这枚竹简上出现了刘鹤夫人 带亲笔写的奏章内容 切代妹子 在拜 尚书 大后陛下 这里的大后就是太后的意思 大是太的分化字 在大的基础上加上一点来形容更大之意 从刘鹤和他夫人的汉利墨书文字中 虽然时隔2000多年时光 但仍能让我们感受到汉利之美 感受到刘鹤虽然只做了27天皇帝被废除 但他的毛笔字笔法清修刚毅 最让专家不解的是 这两封奏折为什么没能发往朝廷 而是出现在了刘鹤的古墓之中 我是胡八一 加个关注点个赞下期 继续带你探秘更多神秘的古墓和文物